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解说员BOSS,欢迎来到我们的官方中文战。 那么今天也是要给大家来分析一下Weasley的精彩牌局了。 在今天的精彩战斗分析之前,也是辛苦各位同学帮忙进行点赞、订阅和按下小铃铛。 这样呢,当我们的精彩视频发布的时候,大家很快就可以收到通知,然后来看精彩战斗了。 好的,我们进入到接下来这手牌的战斗当中。 目前我们可以看到Ben是一个口袋队9,然后Stradle位置呢,Weasley是一个S-Jack,是一个杂色的A-Go。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翻牌圈啊,我们先从排行的直接角度来说一下。 那么Ben的99是击中了Flop的Set。 那么在Weasley的第一视角上,自己的A-Go啊,目前卡在这个点数里面有一个两头顺。 而对于勾圈来说,它是顶对加上两头顺,也就是光从成排的角度呢,它目前也是顶对。 所以在面对两家过牌的时候,它做下注是理由充分的。 这个时候的Ben并没有直接去做Raise的动作,而是进行了跟注,那么Weasley也就进行了跟注。 那我们要注意是什么呢?万一出一张K的话,那么这个A-Go就通天了,啊,来了。 而这个圈-Go呢,目前是被Weasley的A-Go力压一头。 但是呢,在这个力压一头之后,合牌就不是他俩的事儿了。 合牌Ben是击中了最终的葫芦,因为攻队出来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Ben是最大的牌了,而Weasley呢,啊,是十勾圈KA,对吧? 那么,Hijic的这个勾圈呢,就是九十勾圈K。 所以呢,现在Ben是最大的,Ben在合牌做了四千的一个下注。 这个牌面呢,有攻队,但是不可能有铜花,因为牌面上没有三张颜色一样的牌。 但是攻队的存在呢,就是理论上你从牌形上无法排出葫芦的可能性。 那么,由于这个底持啊,目前没有膨胀到夸张的尺度。 所以Weasley觉得自己的A勾呢,还有一个空间可以去做一些动作。 一旦自己的A勾是大的,确实有一定的几率啊,打到一些单勾这样的牌形,那种价值。 比如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最后攻队不出,然后呢,像A勾跟圈勾之间, A勾就是力压圈勾一头,并且极有概率能够获取价值。 那么现在的问题是攻队出来了,班是最大的,但是由于这个底持确实还没有怎么膨胀。 那Weasley觉得自己还是有空间,如果我真的这个家住遇到对手再打回来, 那么确实又是需要考虑了。 但是在当场来说,由于这个底持啊,还没有膨胀到我想要承受的那种波动的大小, 然后我的动作呢,又包含着一些价值的取向。 所以说呢,他进行了Raze。 那么这个时候对于班来说呢,他有没有几率去遇到一些大葫芦呢? 这个他当然也会考虑,比如说会不会遇到像10圈这样的牌? 对吧? 或者说呢,像10K这样的牌,有没有这个几率? 他当然也会考虑这个问题。 所以呢,回到最基本的角度来说, 一旦班是以最保守的方式来进行和派的回应呢,他可能就是一个跟注。 他在问Weasley就是你认为我有什么呢? 当然这种问题Weasley是不会去回答的。 因为一旦Weasley如果说实话的话,那么就给了班一些思考的线索。 那如果要在这个时候去胡编乱造一些话的话呢, 也有可能在一些整体的表达当中,怕露出一些破绽, 或者给对手一些信息指示。 所以说呢,这个问题班问出来呢, Weasley是显然不会去做任何回应的。 他继续保持着自己不动的身体和Pokerface这样的一个表情, 去等待着班的决定就可以了。 那从班目前整一个表现来说, 我们可以基本确定一点, 他确实不准备再打回去了。 他只是准备,最多就是跟注。 因为如果说他准备再打回去的话, 他不太会是这样的一个表现。 因为如果你是真的, 比如握有Nuts拍行, 然后准备再打回去的, 那现在这样的情况就变成了一种表演。 而那种情况下的这种表演呢, 可能并不是特别的有意义。 一般来说呢, 那种表演你可以放在路上, 例如你非常地打, 然后对手打你的时候, 你跟得很犹豫那种表演。 哇,结果他选择的是气牌。 他选择的是气牌。 其实Weasley并不是Buff啊, 他只是说是一个负荷意义的动作, 就是对于我这个EGO这样的排行, 底持的波动我可以承受得更大, 且我也有价值取向范围。 然后如果我真的遇到你有牌再打回来, 我还是会考虑一些气牌率的。 但是呢, 换到Band的角度呢, 他又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小葫芦, 这个面上能够做这样raise的, 说不定就真的是比我更大的葫芦了。 所以说, 他选择了气牌。 刚才的交战流程在双方的思维碰撞上啊, 和一些思考上是有诸多的机缘巧合, 才形成到了最终那样的结果。 当然这种牌对于我们来说也是因为存在着一些类似于比较惊喜的结果, 所以也显得呢, 看点十分的突出。 小盲位置, 威斯雷是一个草花一钩3-bet到了6500。 那Band80, 面对到3-bet也并没有去放弃, 而是面对这个3-bet做出了自己的回应。 那么他们两个人显然在哈斯勒当中也是互相打得焦头烂额, 打得正起劲儿呢, 所以Band也拿出了自己的姿态和自己的状态。 从巴士杂色的这个4-bet bluff来说, Band的竞技状态目前来说是调得比较高的, 可能正好也处在肾上腺素标发的阶段。 那么A勾和巴士, 我们来看一下这手牌啊, A勾目前是一个卡顺的牌型。 牌面呢, 从花色来讲是两张黑桃一张方片。 也就换句话说呢, 威斯雷手里是两草花呢, 跟这个翻牌圈的花色是并不相关, 但是跟点数相关的就是他卡顺的概念。 Band在自己进行了4-bet之后, 翻后面对前卫的过牌进行了翻牌圈13000的C-bet。 这个时候在威斯雷的角度, 那么包括牌面的像K圈这样的点数, 会有一定的几率与你相关。 甚至你的4-bet范围包含你在这个牌面中了KK-set或者圈圈set, 我都不会觉得奇怪, 但是我现在做我的事就是我卡我的顺。 那么转牌是一张A, 我们要注意的是, 即便现在威斯雷是顶对牌形, 但是他自己内心也非常清楚, 光这个顶对, 我现在并不知道, 到底我的A勾从成牌的角度够不够。 我们作为观众而言, 我们在上帝视角才知道Band, 他从4-bet开始执行自己的炸弧, 直到现在是一个空气牌形, 但是威斯雷的角度他并不知道这一切, 他只知道我目前自己的概念是达到了顶对抽花, 但是成牌的角度我顶对大不大。 而对手如果是比我这个A勾大的牌, 他大到什么程度我不清楚, 比如如果对手是AK, HN, 还是说在这个时候对手是SET等等, 当然那些牌来说都远远的已经是压制在了自己A勾的一个强度上, 如果对手真有那样的牌的话。 所以这手牌来说, 这个A勾就不会有转牌check raise的可能。 只要是正耳八经打的话, 认真打的话, 他就没有check raise的可能。 他更多的时候就是一个跟注。 我们要知道对战的条件,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大家的水平整体不错, 然后整一个局的盲注级别也较高等等这样的条件。 你要是说你跟一个新人, 然后他一直都是瞎打的, 然后他什么牌都会乱打, 那你的A勾要去做加注, 要极限的取到更多的价值, 那是另一说, 但是就基于当前我们所看的这个视频的交战环境下, 这个A勾是不会打回去, 他会选择的就是跟注也不会弃牌。 盒牌是一张草花九, 这个时候A勾在盒牌就是妥妥的继续过, 他几乎没有第二条路可以走, 那么对于80来说, 他没有任何的摊牌价值。 当然如果他要持续的去扮演一些顶两队以上的牌力, 比如说我有AK, 我有KKSAT, 我有圈圈SAT, 这样的这种顶两队急, 比顶两队更强的牌力的, 那么在这个盒牌是会去开最后一枪的。 如果说他放弃扎胡了, 那是另外一说, 而对于A勾来说呢, 其实并不太希望盒牌看到对手非常非常大尺度的动作, 因为确实来说, 从这个翻前4bet这个细节的微妙性来讲, 然后再加上这个翻后底持已经有过不断的膨胀, 那么A勾也比较希望和平一点。 那最后呢, 他也是如愿以偿的开牌了, 修档了。 好的, CO位置杂色的A勾加注到了600之后, button位置是同色的35, 3bet到了1500, 而小盲位置呢, 是band草花A6, 然后CO位呢, 是king的杂色A勾, 这是一个三人的3bet底持。 我们要来看一下这个翻牌圈的花色, 是三张黑桃, 这也就意味着 威斯利是直接在flop机中的天花, 而两家有A的选手band呢, 是一个A6啊, 他的kicker是忽略不计的, 基本上到后边就是没有kicker的顶对的那种排行, 而king呢, 有一个看似踢脚还OK的顶对, 但是排面的花色啊等等, 综合情况啊, 其实是他这个A勾不那么的喜欢的, 但是第一条接对手打, 他做跟住这个日常状态, 还是没有问题的, 转牌是一张红桃圈, 这个时候的A勾就继续过, 如果不出意外, 那么这个同色的35呢, 还是会继续去开枪的, 在这个时候是进行了4000的下注, 随着底池的扩大, 然后加上king没有位置, 那么他的A勾排行将会面对到的就是越来越不舒服, 合排是一张方片丝, 这张合排几乎不用太多的考虑, 所以对于A勾来说, 依然很可能合排还是前卫过排的那条路线, 因为理论上来说, 如果有些排你不干不干, 那么这个时候要是你跳出来打, 和你过排跟住相比, 后者更有几率留下对手宽一些的范围, 而那个宽一些的范围当中呢, 就还有一定的几率, 你是可以通过跟住赢下的, 而如果说比如这个一万由前卫来打, 那后卫通常来说会去跟住的排行, 他就非常有可能还比前卫的A勾要好了, 所以King也是这样考虑, 才合排并不会说突然自己跳出来打, 就同样这个投入的话, 我以过排跟住的这么一个方式去进行的话呢, 有几率留下你可能的更多的范围, 最后确实跟住了, 跟住下来之后呢, 威斯雷的天花, 这手牌当中呢, 拿到了一万九千四的利润, 但是呢, 对于A勾来说, 整体的行动也可以说是非常的谨慎, 他并没有自己主动的去有更多激进的行为, 然后呢, 在更多的时候呢, 也就秉承着我们刚才所说的, 就类似的同样的投入, 我尽量能够留下对手是一个长期来说更宽一些的范围, 然后也包含着刚才的行动流程, 能够留下一些对手炸弧的可能, 这个他的思路还是很明确的, 至于最后的跟住呢, 本身在短期而言, 就是非常具备偶然性和猜猜乐性之的, 这个翻拍圈呢, 目前两个人都有在自己的第一视角上看到中顶对, 但是由于在kicker上面, Mas是本身啊, 翻前两手牌就是本身冲突的, A勾是主导A7的, 那么在同样的这个顶对击中的情况之下, A勾就能够力压, A7一头。 所以有的时候呢, A挂小在中了A之后啊, 为什么反而有几率变成更多的支出, 当然如果你后续变成了一些什么两队啊, 这样的排行, 哎, 说曹操, 曹操到, 两队啊, 这样的这种排行呢, 反向的也有几率, 呃, 在这个更大的底层当中获胜, 这也是有的, 很多的情形都是双刃剑的, 但是在长期来说的话, 由于硬胜率的问题, 你A挂小打A挂大, 总体还是比较吃亏的, 比如你从极端排行来说, 例如flop来个A7差, 你先中两队, 那么对手的勾呢, 会是对手的补张, 但是如果来个A勾差, 由对手先中两队, 那你在补张期呢, 也显得无济于事, 而且反而有可能让你输得更惨, 因此呢, 其实排行的硬胜率在翻前的分布也是相当的重要, 那么这手牌呢, 在最终也是合牌这枪价值被威斯堆打到了, 因此啊, 德州扑克交战的过程选择的范围啊, 所选取的一些对战不同选手的不同的办法, 我们也是要辩证的去看待, 有一些好或者不好都没有那么的绝对, 合适或者不合适, 都是建立在相对不同变量上所谈论的事情, 我们没有办法一刀切的去给一个, 很多时候的精准的绝对的百分之一百的这种定义, 在这种判定上面呢, 很多时候毕竟这也是一个长期的游戏, 好的, 我们来紧接着看这一手对碰, 这手对碰呢, 是翻前打光, 一阵你来我往之后, Henry的4bet遭遇到了Wesley的5bet全压, 那么双方的打光是在翻前发生啊, 这个时候就是要跑马, 跑几次呢, 双方是可以协商的, 好, 我们在翻牌圈, 看到了A, 在这张A出来之后, KK就非常难了, 首先来看一下转牌会出什么, 如果出一些其他的红桃, 那么变数会更大, 真的是红桃, 这样呢, KK的胜率方面, 除了自己中set是奥茨, 那么抽花目前也变成了他的有效补障, 这个底池是达到了10万朝上, 我们来看一下合牌的出牌会是什么呢, 是一张方片石, 这样呢, Wesley也是在合牌顶住, 顶住的情况下, 因为他的子弹数量, 他的马量是远远多于Henry的, 所以这手牌呢, 他也是对Henry做了一次实实在在的倾台, 好的, Hijack的位置是Tale的同色G9, 加注到了500之后, Button位置走掉, 小猛卫这个牌力也不太支持, 大忙走掉, 看看强制Straddle位的Henry, 也走掉, 那么主动Straddle的Wesley, 来了, 同色的10圈, 好的, 在翻前呢, 非常的精彩, 是直接起跳3-bet到了2500, 这个10圈呢, 是带11对, 然后有卡K的概念, 而黑桃G9是一个直接的抽花, 当然理论上呢, G9也有个卡8的概念, 所以在精准一点来说呢, 是属于卡顺抽花, 这个牌型啊, 他也是直接的做出raise, 这里我们要说一下, 这种情况下抽花, 卡顺, 这样的这种概念raise的利弊, 如果你面对是一个翻前3-bet范围很窄, 很诚实的选手, 那么这个raise呢, 风险会比较大, 因为这个牌面的高张, 有可能跟对手挂钩, 你的raise不一定能够打得掉一些, 类似于像中顶对的人, 然后还有一些呢, 就是中了成牌, 投比较铁的人, 那么有可能, 比如说他中钩, 你的raise也打不掉, 或者中10, 你的raise也打不掉, 那么如果对手同样是在这个牌面, 比如像威斯雷, 那么他范围比较宽, 他要觉得有的时候, 威斯雷可能也是空气排行在那打的, 那么你的raise可能就直接拿下了, 你也不用去看后续了, 所以说, 这个情况下, 在flop的时候, 他的顺滑双抽, 该raise还是该call, 依然是那三个字, 叫做看情况, 而最后呢, 破产之后, 在没有任何摊牌价值的情况下, 他进行了5000的下注, 而威斯雷这个时候的all in, 其实他是把自己的11队去转成炸弧, 但是由于呢, 我们上帝视角会知道啊, 他转成炸弧的牌, 实际都比tell大, 因为tell是纯粹的酒害, 所以tell将会没有任何的余力来进行回应, 刚才那手牌, 威斯雷的思维层级也是打得比较高的, 他认为, 在不是那么信任对手的情况下的平跟平爪, 会比较冒险, 他不信任对手是基于他没有相信对手有非常大的牌, 但是并不是说不相信对手有点牌, 就是他觉得这个流程下来对手可能也有点牌, 甚至有可能比我十圈略大一点也指不定, 那所以说我在觉得他没有特别大的牌, 或者说他有一些牌型面对我的全押将会是有击牌率的牌, 那么他的这个成牌就转成了炸弧去进行最后的回应, 你要是觉得说在长期范围对手这么打永远是完全没有牌的, 那么显然你有十一队你call就行了, 你不相信你call就行了, 那为什么会有一些思维能够走到我十一队转成炸弧去反喷呢, 就是因为在一部分范围里面你觉得刚才的流程, 我也担心说平抓,万一抓机没机大等等, 所以这个思维层级需要是拔的比较高, 因为你要转成炸弧的话, 理论上就是你要去炸走的是比自己十圈更大的一些牌,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充斥着思维层级在互相考虑和互相纠缠之后的螺旋式的上升, 你压我一头之后我又想压你一头等等, 然后在行动上也会随着大家状态逐步的火热, 显得更为的有魄力, 也更为的直接有效精准, 那A10目前面对到下注之后, 他raise到了7000, 巴巴作为重set, 他对这个raise进行了冷跟, 就是希望说我跟住, 然后那个Wesley你在我后边, 我再看看你的情况, 然后这边对于巴巴来说, 其实在阶段性是达到目的的, 他就是希望自己跟住之后, 后边向Wesley能够再有动作对他是更好的, 毕竟他是巴巴set, 那Wesley因为概念非常的足, 在自己的第一视角上是顶对筹划, 所以他并没有非常佛系的以跟住的方式去进行, 而是用了这次再加注的方法, 其实作为A10来说, 夹杂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 目前是只能走了, 就是他们一来二去的, 首先A10一想, 你看我下边还有一个人, 然后呢, 你Wesley面对我的raise, 我下边这个人能够冷跟的情况下, 你还能够再raise, 再打回来, 那我的这个A10到底要去干嘛呢, 我想不到了, 所以我走了, 但是对于巴巴来说呢, 目前还是比较舒服的, 因为在自己中set的情况下, Wesley做出了再加注的动作, 那么最为干脆的动作, 就是直接再打回去, 这个当然也是没有关系的, 那么也有一些选手呢, 会在这儿继续去漫玩自己的这首set, 所以这个选择只是选手自己根据当前的情况, 他认为哪种更合适, 但是并没有对错, 也就换句话说, 这个巴巴如果直接现在打回去了也没错, 那如果他要在这里依然只是一个跟注, 那也没错, 只是他自己的一种选择而已, OK, 那么这个Oli呢, Wesley自己的第一视角上是顶对收花, 那么他也是进行了跟注, 而实际呢, 现在成排的角度, 那Wesley当然是落后的, 不过由于他的概念还是非常的清晰, 那么在胜率的分布上, 我们可以很明白的看到, 依然90同色会占有三成, 在这个时候呢, 当然这里打光, 发牌次数, 后续的发几次还是可以协商, 还是那句话, 只要有一方不同意, 发多次的次数, 这个多次当然包括两次, 以及两次以上, 我们都笼统的称之为多次, 只要有一方不同意, 那么就会按照原本的传统惯例, 反正发一次就可以了, 至于如果你们两个人都协商出来, 说要发两次或者要发三次, 那么将会是你们的自由, 那么这手牌呢, 对于威斯雷来说损失也是蛮大的, Rampage在这手牌当中, 利润是得到了98000多, 口袋队时, 威斯雷枪口加二的位置, 加注到了600进场之后, 还接口位置的Math, 走掉, 那么暂时后续也没有看到什么好牌, 直到来到小盲位有一手AA, 这手AA的3-bet, 显然是理所应当, 威斯雷也会很注意对手的后手, 因为对手一共的后手也不是太多, 就是, 或者说你绝对直上不算太少吧, 在他们这个局里的交战的相对值而言, 就不算太多, 你绝对直来说的话, 也还行, 但是在威斯雷的眼中, 你这一共18000多, 也就按照Straddle来说的话, 180多个Straddle, 我的时时跟你跑一跑是无所谓了, 这点很重要, 就是你在对手眼中相对的深浅, 还是很重要, 哇, 转排遇到爱啊, 这个时候擦出的这个转排SET的火花, 对于威斯雷来说是十分的, 禁运啊, OK, 在最终来说, 威斯雷是以石花的排行, 收下这个底池, 由于转排他这样中一张草花石, 然后翻排圈全部是方片, 他手里有方片石, 换句话说, 合排AA要中SET去反超的话, 他不能中这个方片A, 如果出方片A的话, 他依然是小的, 因为他中了SET, 威斯雷将会是铜花, 所以说对于AA来说, 这个转排啊, 他看到威斯雷跑马跑出了十SET之后, 那就知道自己基本是无望了, 那大门位置是杂色的, K6加注到了350, 然后我们看到MAS这里是石钩, 先来看一下Flop的三张, 石钩是两头顺的概念, 而K6呢, 当前就是一个顶对的排行, 当然这个排名目前其实还是蛮干的, 然后威斯雷的KICK是不太行, 他更多的就是依赖着纯顶对这样的一个成排概念, 我们来看一下转排的出排是一张A, 这个时候的石钩已经到了顺子, 而K6呢, 在公共排名来说, 他也是被削弱的, 因为首先他连顶对这样的地位概念也已经保不住了, 不过呢, 他还是依然动手, 并且不仅是动手, 而且在比例上面下手还是挺狠, 原本的底池是1700多, 他在这个1700多的底池里面是直接打了2000, 来看一下MAS会不会直接在转排有RAISE的动作, 好的, 直接RAISE到了6000, 正常情况下, 这些K6在转排自己已经打了一个如此重的柱, 就在比例上面如此重啊, 那么当遭遇到RAISE的时候, 应该是会放弃的, 但是威斯利也是不走寻常路, 就做跟注, 合排是一张圈, 但是到了合排呢, K6当然是要过排了, 而石钩作为顺子的排行, 最后一枪他也会适当的做一些价值的酝酿, 对于石钩来说呢, 最终的攻队可以说不算那么想看到, 但整体这个排面的点数非常的高, 然后又是特殊的这两个人啊, 大盲队强制Straddleway这样的这种, 类似于以前我们所说的这种盲队盲, 互相之间的范围呢, 也是有很多的不信任, 那么加上整个番茄的流程呢, 也不夸张, 所以这个排面点数那么高, 然后在高点数上去出攻队, 其实石钩也并不是那么的担心, 所以呢, 他还是进行了下注, 但是Wizley这个时候又发动了他高思维层级的动作, 就冲着扮演葫芦的排行去进行加注, 最后的这个攻队的出现, 他是想利用一下, 对于Must来说, 自己的石钩显然在合牌, 他愿意看到的局面是自己做下注, 对手做跟注, 但是当对手能够做加注的时候, 同样并不是他所希望的场面, 因为毕竟这个排面还是有攻队, 只能说我们之前已经分析过, 这个整体的点数较高, 然后在高点数上出攻队, 加上他们两个特殊交章位置, 加上整一个流程, 似乎来说你这个石钩真要在这种综合情况下遇到葫芦的话, 除非是非常的倒霉, 但是这种除非是非常的倒霉, 一旦对手在合牌这样的加注给到了Must, 我是不是已经进入了倒霉的这种迹象的话, 那么Must还是得进行考虑的, 起码来说比如哪怕最后做了跟注他也并没有这样快速做跟注的这种情形, 因为毕竟遭遇到了Race, 毕竟有攻队, 就算要跟注他可能也是会考虑一段时间纠结一下再跟, 确实在综合情况下还是会跟的, 因为本身我们之前已经有分析过这个包括位置啊, 包括形象啊, 包括流程啊, 给石沟带来的一些思考的要素啊, 但是我们依然用辩证的角度去看待Wesley的这一次动作, 这从信息风险上它是比较高的, 因为他这样的一个Race, 从Must的一个流程上, Must可是在转排面对你转排超时下注的时候做过Race的人啊, 甚至有的时候你都无法去排除Must到底有没有呼噜, 那么这个情况下去做诈呼呢, 信息是比较盲区的风险是比较高的, 但是呢, 从他的行动的意识上来看, 他是首先知道自己的这个K队大小伤人比不过, 第二点呢, 就是也许Must在历史的交战过程当中也给Wesley留下过印象, 就是Must拥有弃掉一些大牌的能力, 而如果自己不是葫芦的那种牌, 刚才可能Must还是会有弃牌率的, 给Wesley的印象至少是这样, 所以呢, 他才进行了最后的那一波动作, 是吧, 而实际单手牌当中, 你按照历史数据, 按照对手形象, 按照综合情况去思考, 而对手在这次当中会不会按照你的方向走呢, 那很可能也不会, 本身德州扑克, 无论是你的整体风格, 还是当前这个底池特殊情况给你带来的调整, 他原本就应该是这样千变万化的, 那么我们言归正传, 回到这手牌当中呢, A圈是一个卡顺, 勾勾作为SAT的牌型来说, 他击中了SAT自然也是想要更多的价值, 那么Wesley在转牌过牌之后, 我们要注意这个勾勾是在转牌千万不能停枪, 而且他也不会停枪的这么一个公共牌面, 首先他不希望最后出方片, 也不希望最后单张成顺, 然后如果说, 你在取价值的这个角度讲, 比如你合牌出了那些你不喜欢看到的牌, 即便你是大的, 一来你适不适合再打是一个问题, 二来你如果即便确实是大的, 对手能不能够再支付, 对手会不会被有些牌面阻碍掉了, 继续去支付你的欲望, 这些都不一定, 所以从各种角度来说呢, 你转牌首先是不能停枪, 并且呢遇到Raze, 其实也不会太过于的难受,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你在这里要输就是输10圈这样的牌, 是吧, 当然理论上啊, 理论上可能有些人会说, 那遇到KKSET就是SET OVER SET, 对, 但是整一个流程上遇到那种情况, 首先你SET OVER SET基本, 双方在这里的对战是认栽了, 然后顺子的这个情况呢, 当然自己的Raze, 也相对是明显的, 那么总之呢, 你遭遇Raze的时候不打回去, 这个确实是对于牌里的基本尊重, 但是放弃呢, 同样是不太现实的, 所以你的跟注动作, 还是会有理据去支撑, 包括最后一条节, 哪怕是对手Oli, 你这个Google SET做跟注, 也是同样存在着理据的支撑, 那么在最终的这条街, 显然Weasley在miss掉之后, 就是一个纯粹的A-high, 而这个A-high将会没有任何的摊牌价值, 那么Weasley也是选择了check, 这个check也就意味着, 他对这个底时已经放弃了, 就是在转牌我的这轮动作, 你Rampage能够继续给回应, 继续给出跟注这样的答案, 那么我在合牌, 我的A-圈是不再去有主动诈呼你的想法, 但是Google的流程是这样的, 就是转牌对手Rais他call了之后, 合牌如果对手打, 那么他当然会考虑跟注, 但是一旦对手不打的话, 他就必须自己在后卫要打了, 因为这个Google SET如果在有力的位置, 再去做一些直接的开牌的话, 那就整体太浪费, 太吃亏了, 好, 这个时候他选择了这波All-In, 而我们知道的是, Wesley将会没有任何的可能性去进行跟注了, 啊, 又一個很重要的狀況 成功了